因为我一直一直想问一声 但是因为家庭的原因 可能不是很同意我去问这个东西 但是海纳刚好就是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以让我又画一些图案 让它保留在身上 大家好 我教育心童 我来自吉林东画学院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 人生风格的海纳社会 如果去夜店的话 我们一定要画上酷酷的海纳 我们今天主要画的海纳图案呢 是偏几何图形一点 也有两个图形是偏动物的 第一个图案就是 画在你的脖子下面 偏几何图形一点 也是偏图腾的一点 还有一个呢 就是画在你的胸口上 是两个可爱的小鸟 和一个男生的 画在一个男生的胸口上 还有一个就是 画在你的手臂的内侧 画的是它的名字 但是如果画纹身图样的话 你就要更严谨一点 因为纹身图样的话 相对于来说它是有底稿了 你照着它的看的话 会有一些不能有一些偏差 所以说你要先期稿 如果你不确定的情况 也要先期稿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看着它的图样 直接画也是可以 如果你觉得不太放心 那你就可以拿着 你的那个眼线笔 然后在上面 在你要画的地方期稿 期稿高以后再拿海拿花 一些平时的话 也会拿海拿粉 然后兑上蜂蜜 还有柠檬 按上比例 然后进行调制自己的膏 因为自己调出来的膏 会相对来说更流畅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买的膏的话 可能相对来说 不是很流畅 但是很方便 如果你没有 没有触发经验的话 你可以进行尝试 所以每个人都有一个 想见证的感觉 你可以拿着你的 拿着你的签笔 或者拿着你的 你的眼线笔 可以在纸上 画一些图形 然后用海拿膏 再进行调一遍练习 等你觉得 哎呦这个图形可以了 再进行画在身上 如果过程中 画错了的话 你可以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不要蹭它 然后继续接着画下去 因为海拿上色 特别快 三秒就上色 如果这个地方画错了 直接就拿你的海拿膏 往下连 既然它连得更流畅一点 就可以了 我觉得海拿这种东西 其实没有那么的难 大家如果尝试的话 想去做什么 就去做 不要考虑 站前过后 如果我今天 真的很想去画这个东西 就勇敢地去买一广告 然后回家的时候 进行练习 就算画得再丑 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在画的过程中 非常的开心 我觉得这个汗 跟你更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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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